从民众拍摄的影片可以看到浴缸里的水偏黄 甚至还有异味 借过多位民众反映的金融市议员林敏勋表示 暖暖区有十多个社区都有类似状况 由于连续多天没有改善 让民怨快炸锅 接受到民众的层情大部分会是落在暖暖地内跟过港地区 大概社区我知道我这边服务处收到的社区 就有十几间的比较大型的集合室住宅 那民众的部分更是二三十户有 然后就是都像我们服务处来做一个乘情 就是说有关于这个自来水打开之后 会有一个类似像塑胶的这个异味 那甚至有些民众说是涂味 那还有民众就是把这个浴缸的水泡满之后 发现是呈现一个类似像淡黄色那种这个颜色 就是色脂的那个颜色比较高 那所以民众就比较担心说 家中又有一些婴儿的情况之下 能不能帮那个民众洗澡 帮小朋友洗澡 林敏薰因此与立法委员蔡世英服务处主任林明志 联媒到致爱水第一区管理处暖暖净水厂勘查 要求水公司方面紧速改善 水公司方面表示 主要是因为近日基隆炎热少雨 才造成基隆河水流速变慢 原水色度升高变黄 水公司已经启动一连串的改善措施 因为基隆河已经好多天没有下雨 那天气非常的炎热 那没有下雨产生那个河水的 河川水的流速啊 就变得慢 那河川水的色度啊就偏高 那我们是在7月9号礼拜六的时候 有接到民众的反应 那接到民众的反应以后 我们就分工去处理 首先在外部的部分 我们就加强我们的管线排水 那内部的部分啊 我们就添加了活性碳 那整个添加完了以后 我们去检测我们的水质啊 那水质是符合饮用水的水质标准 那整个民众会觉得偏黄 是因为色度的关系 不是浊度的关系 那也都是在饮用水的水质标准 那请用户放心 这是可以饮用的 新三集水厂厂长潘宏伟 也到软软进水厂 哈丁市快绿池汲取已过滤的水 验证水质及色度 软软厂的原水端 是从我们的基隆河抽取原水之后 经由管线输送到我们的 软软进水厂的原水处 然后再经过我们进水单元 最后到我们的快绿池 这个快绿池就是我们 进水单元最后一到 也没加药 也没加任何的药剂跟任何的设备 所以说这一段到清水池这一段 就是用户的用水 清水池经由加马达 抽取到用户的水池 或是个人用户部分 所以这一道如果是清测的话 到用户端就是清测 林敏勋与林明志更当场试喝了一口 确认滤过的水没有异味及偏黄的问题 不过林明志还是建议 在水公司可以调配新山水库的储水 来降低色度让居民安心 林明志也提醒水公司 今年声音现象造成平均气温上升 基隆河的枯水期可能会持续更久 呼吁水公司方面应该及早进行应变及预防措施 为民众守护珍贵的水资源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